中共加强控制民营企业加大灾难来临 两会首日国际聚焦中共国防预算增幅 美国新兴市场教父说 钱卡在上海取不出来 政协委员称 中国护照含金量高 遭嘲讽 两会第一天 四川新疆接连地震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神TV两岸要闻 今天是3月5日星期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举行 会前就有风声放出来说 中共准备加强对民企外企的控制 并且覆盖各类商会行业协会 多位知情人士表示 民营企业加大的灾难已经来临 3月5日开幕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 涉及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这只是中共早前抛出的所谓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国务院部分 当局宣称机构改革要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 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3号对大纪元表示 当局已经将国有企业人权 财权 市权都牢牢地控制在手上了 这些年许多新创的非工企业发展迅猛 反而使得中共深感不安 下一步必然会全面控制非工企业 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企业和个人 很快就会付出代价 化名龙福的深圳企业家认为 中共现在要加强对所谓非工企业政治控制 应该和今年经济环境不好有关 他说 中国现在内忧外患 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很恰当的 国内消费不足 当然 今年还是在大力的搞基建 但是向房地产已经到头了 击鼓传花 接下来没人接盘了 龙福说 中国经济不好 社会问题也多 政权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所以中共要控制一切经济组织 控制舆论 粉饰太平 今年初 中共陕西省委选派25名干部 进驻25个省内重点非公营企业 担任驻企第一书记 陕西日报当时报道了一家案例 西安顺丰宿地已经有一名省教育厅女官员 进驻到任第一书记 企业家龙福则说 一般中国人都会厌烦这一套 但是中共政府的洗脑宣传将这个党跟国家绑在一起了 很多中国人以为爱党就是爱国 另外 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在多年的发展当中 基本上都有些偷税漏税 所以也怕出事 只能是妥协服务好空降的书记 龙福知道国内的民营企业除了倒闭的 有条件的都在筹划着怎么搬到国外去 因为国内现在完全没有公平 资源集中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上 经济没有活力 但是市场在国内的企业 想搬走也不太现实 说白了 大家心里也是很虚的 我赚的钱最后怎么样 你给我戴个帽子 然后就被你抢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好友 旅居美国的深圳企业家王英国 3号对大纪元表示 专制体之下没有正常的市场经济 现代意义的企业或经济 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或私有资产为主体上的 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是没有 它剥夺了你的资产 表面形成的市场或资产都不是确定的 中共剥夺了你所拥有的自治财富 你的思想自由都没有了 王英国这几年经常和国内的一些企业老板联络 他表示这些人本来日子不错 这些年每况愈下 他说深圳 广州 这些中国龙头经济标志型的城市 已经出现了企业家跳楼的跳水的 大的灾难已经来临 现在就等着更多的人跳楼 我跟他们打电话 叫他们能到农村就到农村去 能有一块土地就有一块地 能够活命就活命吧 因为你在大城市里边 中共搞运动 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 不知道哪一天你就破产了 在国内做生意 我深深地感到 没法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做生意 因为专制体制下的经济是畸形变态的 独立视频人士蔡神坤说 从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来看 除了投资 是靠政府和国企拉动 出口创汇和内需消费 主体依然要靠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中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把手伸向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但只会抑制经济发展 破坏市场秩序 这种杀伤力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中国经济会陷入全面的衰退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 历年来 中共军费开支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 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 中共军费涨幅是否会接近或者达到双位数 4号 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大会主席团指定发言人王超 宣讲了与会近3000名代表 对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 以及中共政府未来的方针政策 和对国际形势的评判 路透热记者提问 中国国防预算今年的增幅是否会超越去年 如果超过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王超在回答中没有公布具体数字 称人大会后 各界就会得知 但是同时他的回答中又预示着 今年中国军费会继续增长的态势 这位发言人指出 国防费用的增长既是为因应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 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 他表示 中国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多年来保持基本稳定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增长幅度适度合理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 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为1.45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字已经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将近一倍 王超在记者会上声称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不会对世界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 中国的现役军人人数世界排名第一 而且每年新增的舰艇数量也是世界第一 被人们戏称为下饺子 中共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各式导弹 中国自2016年以来 军费涨幅一直维持在个位数 去年同比增长7.1% 但是最近的一年来 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纷纷提高军费开支 北京无疑也面临增加军费的压力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 今年的中共军费涨幅是否会接近 或者是达到双倍数 中共国有资本市场咨询机构中航证券 在上周发布的报告当中说 他们判断 尽管2022年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 但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力量不会讲 我们预计军工行业2023年增速 有望进一步提速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 援引了中国专家的话报道说 在世界各国军费大涨之际 中国有望稳步合理扩大国防预算 北京持续多年的军事现代化努力 引起了美日等国的关切 特别是对台湾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和恫吓 更让美日两国感到忧虑 美国国防部在其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一再指出 北京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武统台湾 以及拒绝别国对台湾的支援 为了抵御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美国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对台湾军售 向台湾提供大批先进武器 另外一方面则密切双方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新兴市场投资专家马克·莫比乌斯警告 中共当局正在控制资本外流 他3月2日接受福克斯财经网节目采访时说 他无法从他在上海账户中提取投资资金 莫比乌斯告诉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 我个人已经受到影响 我在上海有一个汇丰银行的账户 我不能把我的钱取出来 中共当局正在限制资金流出该国 因此我在投资中国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 莫比乌斯一直无法得到有关这一限制的解释 他说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 他们没有说不 你不能把你的钱拿出来 但是他们说请给我们20年来的所有记录 你是如何赚到这些钱的等等 这很疯狂 他认为与过去的改革开放相比 中国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中共正在努力的控制经济 现在的政府它正在中国各地公司以黄金入股 这意味着他们试图控制所有的公司 他解释说当政府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以控制为导向的时候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 他说香港似乎更开放一点 至少它的钱已经能进出这个金融中心 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美国公司表示 中国不再被称为前三大投资重点 莫比乌斯说印度是一个投资者应该考虑的地方 他说他们可以和中国人做一样的事情 他们可以发展同样的制造业 我现在也在巴西投资 巴西有超过2.5亿人 非常好的人民 开放的社会 嘿 为什么不来这里呢 这也是另一种替代选项 中共两会正在进行当中 3月4日 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召开 全国政协委员戴斌声称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引发了网民一片嘲讽 根据央视新闻微博账号的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今年春节 国内出游人数达到了3.08亿人 创造了3758亿元旅游收入 目前 中国已经与150个国家签署 互免签证的协议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目的地也是越来越多 至于中共官网2月22日发布的 《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定》一栏表 可见互相免签国家共用152个 但是 互免签证类别多为外交护照 公务护照 特别护照 对此 有推特网友说 他所说的150个国家确实包括很多发达国家 但是仅限于外交护照互免签证 所以 正确的翻译是 赵家人越来越方便了 其他网友也纷纷评论说 为什么我想去的国家都不免签呢 心中只有特权护照 他说的跟绝大部分人拿的护照是没有关系的 外交护照的免签国家数量还不如别国的普通公民护照 这就别拿出来说了 真是丢人 同样 在今年的3月份 税务和移民咨询公司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进行排名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护照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排名第43 台湾排名第72 中国大陆只排在了128位 这家咨询公司说 我们的评级不仅基于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 还基于国际税法 全球认知 双重国籍和个人自由等指标 中共两会首日 四川新疆接连发生地震 其中 新疆资勒苏州阿图石市连续发生两次地震 3月4日 根据中国地震台通报 4日傍晚5点40分 阿图石市发生3.3级地震 震源深度22千米 6点07分 该市再次发生3.0级地震 新疆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有震感 另外 4日中午12点49分 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3.0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 近期 中国大陆频繁发生地震 3月1日 2日 3日 中国四川 云南 西藏 新疆接连发生地震 震级最高是3月1日云南 临仓市 耿马县 发生的3.7级地震 此外 2月27日早上7点58分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发生5.1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官方微博2月27日称 上周 中国共发生3.0级以上地震11次 上个月30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亚县发生6.1级地震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